大家好,我是小妮妮 爱美,对女生来说是天性 人们可以通过发型、衣装、化妆 更甚至整容使自己变得更美丽 可以说让自己变得更加貌美的方式多不胜数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存在 那就是美图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美图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叫可琴的女孩 可琴曾就读于一所独钟 由于独钟校规有规定 女学生是不能留长发的 而长度也是有的标准的 身材相对娇小的可琴一直都觉得 她的身高再配上一头短发看起来像个小男生 她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一直就梦想着毕业后一定要将头发留长 并且染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如今上了大学的她终于得偿所愿 大学生活里 可琴结识了几个好姐妹 静静、芷若和小梦 静静喜欢尝试各种发型 芷若是个化妆达人 小梦则钟爱各种时尚服饰 当然的 她们都很漂亮、很高挑 然而可琴的个子并不高 虽然上了大学并留了一头一直想要的长发 但是可琴还是一直感到苦恼 总觉得自己是姐妹中的丑小鸭 心里很不是滋味 索性 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 手机上有很多应用可以提供人们修图 滤镜、美瞳和调整身材身高 这让可琴有了个弥补自身缺陷的方式 虽然姐妹们都很乐意教可琴如何使用这些应用 但她修图的技巧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背景简直就成了个异度空间 各种扭曲 相较姐妹们 她的社交平台几乎没几个人关注 这让可琴非常的伤心 直到有一天 可琴在刷着手机视频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名为魔镜的应用 这款应用看起来十分强大 不仅可以一件瘦脸拉伸高 而且修出来的图得非常灵动好看 一点都看不出任何修图痕迹 这可把可琴给乐坏了 赶紧的下载并开始使用 而魔镜也宛如能读懂可琴的内心一般 每次都能直接呈现出可琴想象中的自己 让科技小白的她欣喜不已 社交平台也开始有人点赞关注 更有人留言赞美可琴 慢慢的可琴的社交平台 点赞数越来越高 早已远远超过了几个好姐妹 而魔镜让可琴的照片 看起来非常的美丽自然 姐妹们好奇地纷纷跑去询问 她使用的是哪款应用 修图修得太自然了 她们也想要下载 但意外的是 可琴并不愿意和姐妹们分享 她心中生起了一股 想独占这应用的念头 这让她和姐妹们产生了嫌隙 更过分的是 可琴竟然主动地开始疏远起了 原本的好姐妹 开始沉浸在自己的虚荣世界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诡异的状况却出现了 每当可琴使用魔镜后 她的气色就会变差几分 可是可琴并不以为意 她认为气色差是因为自己熬夜的关系 想着化化妆 应该就能掩盖自己越来越差的气色了 然而在上课时 却总是显得无精打采 同学们都在想 可琴是不是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了修图美图美照上 晚上都不睡觉才会搞成这样 可可琴完全不理会同学的闲言闲语 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 可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在学校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备受主目的焦点 她的美貌和照片中完美的形象 让许多人向往 甚至引来了不少追求者 这种变化令可琴陶醉不已 她沉溺于这种被关注和欣赏的感觉 然而 她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被魔镜 一步步推向深渊 随着自己成为了焦点 可琴的生活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每当夜深人静时 她总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开始时 她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紧张了 也许就像同学们说的那样 因为自己熬夜所至的神经过敏 然而 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让她的心情变得焦躁不安 魔镜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应用 她强大的美图功能 几乎让科技小白可琴都轻易备受瞩目 但是 她也存在着一些交换条件 比如说 某些功能和滤镜 就需要通过完成一些小任务 来解锁 起初 这些任务还比较简单 如到深夜的公园拍照 在学校图书馆为陌生人 图口红并拍照等等 可琴觉得这些任务有些奇怪 但为了继续使用魔镜应用 她还是照办了 渐渐的任务 渐渐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 要求她拍自己身体的特定部位 或是偷拍朋友 甚至开始涉及到要去伤害自己并自拍 有一次 魔镜要求她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下两个交叉 可琴犹豫了很久 虽然她很害怕 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这个诱惑 当她按照提示完成任务 并上船后 发现照片中的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并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和赞美 这让可琴更加独信 只要自己按照魔镜的提示去做就对了 静静 只若和小梦都开始注意到她的异常 姐妹们对昔日闺蜜的状态感到忧心忡忡 她们发现可琴经常独自离开 有时候脸上带着瘀青 有时手脚带着伤痕 她们试图去关心她 但是可琴却总是冷漠回避 有个眼神在黑暗正窥视着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但每当可琴回头查看时 却什么都没发现 她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过焦虑 出现了幻觉 尽管如此 可琴并没有把这些奇怪的事情告诉她的朋友们 自己之前选择疏远姐妹们 现在去和她们说这些 肯定会被认为是自己神经过敏或者疯了 她默默忍受着这些恐惧 心情越来越沉重 由于可琴逐渐疏远朋友 她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空虚 她变得恍惚不安 甚至连上课都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 然而 魔镜带来的虚荣成果让她沉溺其中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越来越多 仿佛成为了现实世界中的病痛解药 可琴依赖魔镜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 每当她觉得孤独无助时 她就会刷一刷社交媒体 看看那些点赞和赞美 让自己暂时忘记内心的恐惧 照片也是拼了命的拍 生怕一刻不更新就会死去一样 由于可琴的这种病态 她甚至开始忽略那些日益严重的灵异现象 只想继续沉浸在虚荣的世界中 然而有一天 魔镜突然不能使用了 提示需要更新 对一款应用来说 更新本来是稀疏平常 并没什么特别的事 可是可琴怎么找都找不到 更新的案件和渠道 可琴陷入了崩溃边缘 发了风势的焦躁不安 社交平台好几天都没有更新动态 这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无助 不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一天晚上 她由于连日的焦躁不安 导致身体虚脱 一个人呆坐在宿舍 茫然地盯着手机发呆 突然 手机提示那个应用可以更新了 并附上更新按键 可琴兴奋地立即点击了更新 手抓起梳子 开始整理起了仪容来 巴布的一更新好 立马拍照上传并更新动态 很快 应用更新完毕 魔镜的界面变得有些朴素 当可琴打开应用时 谈出了一个提示 亲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应用的支持 我们将会为您提供遵级会员的升级服务 只需按照以下几个简单的步骤 上传照片 即可通过升级认证哦 可琴迫不及待地按照提示 并上传了一张自拍 然而在点击上传的后 界面同时出现了上传和下载的进度条 可琴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出现了个下载进度条呢 难道下载着遵级会员的新功能吗 就在他还在那感到诧异和些许兴奋的时候 他猛然感到一阵强烈的麻痹感袭来 那麻痹感从脚趾头开始迅速蔓延至头顶 与此同时 宿舍的一个角落 不知怎么的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影子正从脚趾头开始往上逐渐变得清晰 令可琴惊恐万分的是 那莫名出现且越变越清晰的人竟然是自己 而且是经魔镜修图后的完美的自己 在这惊恐下 可琴的身体逐渐的糜烂并消散开来 空气中充满着恶心的味道 身上的肉像是融化了一般 皮肤也一块块的掉落并化成血物 他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虽然惊恐 却怎么喊一喊叫不出来 而那完美的可琴缓缓站起身并走向他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他一步步的接近 而可琴一点点的消失 正当可琴的身体消散至只剩下苦头和眼珠子后 可琴的意识也几乎消失殆尽 他只能用最后一丝的自我意识 快速地回忆起了家人 好友 想哭 可这时的他那还有泪水呀 最后 连骨头都消失在了空气中 那激进完美的可琴取代了原本的他 并继续成为了朋友圈里的焦点 然而 没有人知道这人并不是原本的可琴 静静 紫若和小梦 永远也无法知道在可琴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不会知道曾经的闺蜜 已经消失并被取而代之 你是否也曾经感觉到身边的人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许